字幕字幕 李宗盛 不,那個是密,上面的是密 反光那個是網乳 對對對,那個是網乳 底下那個是網乳 你看到那底下的都是網乳 這個是潮房清乾淨了,還沒下蛋 所以你看到底下是乾乾的 有沒有,這邊潮房都清乾淨了 底下是乾乾的 密封自己會去清 對對,他出完以後 整個出完以後,公封會去清 清完以後,蜂王才會來下蛋 所以這個曾經出過蟲了 對啊,對對對 那這邊比較黑是因為是老巢 所以說我們這個越用會越黑 越用越黑 越用越黑,這個就是要換了 這個是比較正常的顏色 不是,因為這邊比較沒有產蛋 所以正常來講,這裡會最黑 因為產蛋都幾乎在這裡 這裡上面都是除蜜 產蛋幾乎都在這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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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的是最大的紫區 因為我為什麼 我現在要繁殖蜜蜂 我要的是蜜蜂 我不是要蜜 這一點點蜜 我同志早上來搖六斤蜜而已 高興的要蜜 他是七月份搬去兩個月而已 他搖了六斤蜜 就是當那個白天神開 他看到有封蓋蜜 趕快搖 搖了六斤高興的要蜜 我們現在要的是蜜蜂 不是蜜 我們要蜜的時候 是要這樣整片我搖起來 一片才有量 他看到這樣 他很高興 他就趕快去搖 你知道嗎 所以說 你不要拼命餵 這邊有蜜就好了 不要餵到這邊 如果拼命餵 他就一直存在這邊 對對對 那就叫做蜜鴨子 蜜一直往下壓 把紫區都壓掉了 變成他沒有地方下蛋 沒有地方下蛋 我正常一天要產一千顆 死亡八百 我的蜜蜂才會往上 結果 因為蜜太多 他一定是除蜜優先 變成我一天要產一千的 我產不到一千 只剩下八百 剩下六百 死亡八百不變 因為這個是四十天出生的 變成你的族群 到時候會越來越低 所以說這個時候 你的蜜區不要太大 真正太大的時候 就是要把它搖掉 所以餵的時候有沒有 有人餵拼命餵拼命餵 餵的厚厚的沒有用 那餵的都是糖水啊 都是錢啊 餵他幹嘛 只要這邊有蜜就好了 有蜜就好了 那等於四分之一 現在我要忘蜂的話 等於四分之一 因為你常常在看 你幾乎天天都可以看 所以你只要這邊腳有蜜就好了 你不要去管 你盡量讓紫區大 那是因為是像我 十天半個月才來一趟 所以我要多一點點 起碼在這邊要 那我先餵過頭了 你餵如果餵的太多了 就不要再去餵他 不要去餵他 你知道嗎 因為你天天可以看 我是想來我才來 我也不怕他跑 我根本我不理他 不理他 有沒有 你只要看到你的這個上面 有沒有 有些水蜜 他不會餓死就好了 那我現在的這個 封蓋的沒有那麼多 不是 他一批一批啊 他不可能天天那麼多 他會出完一批 這一片出完了 然後蜜蜂去清 蜂王才會去下蛋 才會去下蛋 我不會又洗掉了 身邊洗掉了